由演员成龙担任团长的香港影视界房经团4月18日在北京表示 国家电影局将实施的五项放宽作施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影视发展的支持 业界对此感到欢欣鼓舞 据中国官方媒体16日报道 为进一步推动内地与港澳电影产业的共同发展 国家电影局将实施以下措施 港澳人士参与内地电影制作不做数量限制 对内地与港澳核拍片在演员比例内地元素上不做限制 取消收取内地与港澳核拍片立项申报费用 港澳电影和电影工作者可报名餐评 华表奖 金基百花奖等内地电影奖项 港澳企业在港澳台地区和境外 发行推广优秀国产影片可申请奖励 有关措施将纳入内地与香港澳门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下实施 香港影视界访经团于17日至19日 在北京到访国务院港澳办 中宣部 国家广电总局 文化和旅游部等 该团团员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 执行会长曾志伟表示 此处访经也是希望对五项放宽措施的细节 做进一步探讨 他认为五项放宽措施对于香港电影 电视界 目前幕后的从业人员都是非常好的机会 对香港年轻人了解内地工作环境也有很大帮助 我们香港都是广东 广东化的 基于现在爱湾区的这个政策 能不能就在广东平成 他们尽量发放这个到广东来想 利于我们把这个速度加快 这个是我们的提出 团团员代表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王英伟表示 中央有关部门支持香港继续发挥优势 拍出更多有岗位的影视作品 同时鼓励香港与内地的优秀电影一起走向国外 有关香港演艺界人士在内地缴税的问题 未来会有内地税务人员与港人见面 解释具体安排 据悉 香港影视防径团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 卢锡宁担任顾问 团员共25人 还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马峰国 港区全国政协常委林建月 英皇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寿成等